厂部门口 李总描绘了一幅十分美好的蓝图 用眼前的经济收益 鼓动大家同意他收购公司 及时赶到的辛杰 揭露李总打着旅游开发的名义 实则要新建高尔福球场 家具场的真面目 然后又用浅显易懂的语言 讲清楚了自己的理想 工人们齐齐举手 表示不退股 继续支持辛杰 辛杰赶走了别有用心的李总 保住了三道沟 李总同时新建高尔福球场和家具场 无疑是对三道沟森林的毁灭 家具场需要大量的木材 意味着要砍发大量的树木 而高尔福球场则需要一片宽阔的平坦之地 这些都是以牺牲森林为代价的 而且高尔福球场并不是工人们 能够轻易涉足的地方 他们甚至都不可能在这里有工作的机会 我们很难评价高尔福球场的作用 那么一大片宝贵的绿地 本应用来种植树木或粮食 或是开发成真正汇集大众的旅游资源 却只是为了让某些少数群体 享受绿色时光自由呼吸 这是对森林最大的亵渎 虽然李总没有在三道沟 行建高尔福球场 但他贼心不死 必定会寻找其他地方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像李总这样的人已经毁了多少森林资源啊 疯狂的粉丝和一言不发的明星 让凤霞意识到自己多年追星的荒唐 赵成在凤琴的劝说下赶去广深接凤霞回家 两个人在陌生的城市第一次感受到彼此的温暖和关怀 追星两个字并非荒诞之事 然而一些粉丝的举止却愈演愈烈 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他们不厌其烦地反复欣赏着明星的每一部作品 综艺 无论好坏 如痴如醉 沉醉在明星所营造的梦幻世界中 粉丝借鉴明星展现出的正能量行为 用作自己前行的动力和鼓励 才是一个合理追星的方式 然而 毫无目的地为追星而追星 才是最令人担忧的行径 追星在某些人眼中 它是一种充满理智和情感的行为 而在另一些人看来 它却显得荒唐无比 那么 追星 究竟是否荒唐呢 我们应当明确 追星并非简单的崇拜行为 而是一种对个人喜好和理想的表达方式 这种方式可以追溯到人类的本能 及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 通过欣赏和喜欢明星 我们不仅可以获得情感上的满足 同时也能在追求自己理想的过程中 找到某种具体的寄托 这并不意味着追星没有弊端 过度的追星行为 可能会对个人的生活 工作和学习产生负面影响 如果一个人将所有的精力和时间 都投入到追星上 而忽视了自己的生活和学业 那么这种行为无疑是荒唐的 如果对明星的崇拜 转化为盲目的跟从或偏执的排斥 那么这种行为同样也是荒唐的 一个健康的追星态度应该是理智的 平衡的 既要欣赏和喜欢明星的优点 也要包容和理解他们的不足 无论如何 我们不能否认追星作为一种 个人表达方式的存在价值 它既是一种情感的宣泄 也是一种理想的追求 只要我们能够把握好尺度 以一种理智 平衡的态度去追星 那么这种行为便无荒唐之处 所以追星 并非全然荒唐的行为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看待和处理 如果我们能够以一种理智 平衡的态度去追星 那么它便是一种美好的情感表达方式 反之 如果我们不能把握好尺度 忽视了生活中的其他重要方面 那么 这种行为便是荒唐的 凤菊决定接手凤霞退订的房子 去海南跟赵喜重新开始 赵喜牵挂那存花 迟迟无法下决心 赵喜换个环境生活是对他最好的帮助 年轻时候是做过错事 虽然得到了惩罚 可是他也要为自己的下一代着想 这里的人都知道赵喜的事情 下一代的孩子也会同音无际 伤害他们的下一代 大人们可以默不作声去承受 但对于孩子来说 会形成童年阴影 虽说父母在不远游 可是下一句也是游必有方 那存花不会怪自己的儿子 哪个父母不想自己的子女开心快乐呢 你会远离自己父母生活吗 你如何看待追星这件事 大家应该远离自己的儿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